這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呢 他只有1.6kg 是我台灣救回來的 當年他是被人在台灣 用那些買送的背心袋帶著 在山上掛在棵樹那裡拋棄的 被人遺棄 那就是我有一個台灣那些 經常救狗的朋友呢 開車路過見到 不知是什麼呢 那就拿下來看了 見到就是他 那當時他的狀態很差 整個口的牙爛了 眼睛又增不大 因為那些分泌糊塞了 那些毛黏著 那我朋友救了他之後呢 就馬上拿去醫院那裡 幫他檢查 健康各樣東西都OK的 不過呢就是 那些牙爛了 那些毛又黏著眼睛 那剛剛就馬上幫他 在台灣做了豬肉手術 那剛剛救了阿翠兒之後 兩三天 四三四天左右 我就去台灣探望他 因為那時候 我有一隻狗是寄藥在他那裡 現在回到香港了 福媽 那時候就是寄藥在他那裡 那我就去探望他 那就見到翠兒 那就 緣分啦 我媽媽很喜歡他 那我就 將他和另外有兩隻寶寶糖狗 一起帶回來 這個就是他背景 所以呢 那時候 他不知道被人掛了在棵樹那裡多久 那時候 他有這個 入袋的恐懼症 那就是 他不可以 像那些狗那樣 放在袋裡 拉起來 他會捱得很淒涼的 他很害怕的 還有很怕嚇慮的 那 所以我現在呢 經常都要抱著他 又或者呢 找個袋 帶著在胸口 他的頭要突出來 因為他會很害怕的 就他今年應該十四歲了 其實在基督徒來說呢 三十天的禁食討告就是 我們沒有吃很多餐的嘛 那就按照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去挑一段的時段 去專注去面對神 在神的面前 去讀經啦 去祈禱啦 求神 祈禱啦 通常這些都會是 比較大的事情 那 譬如說 很簡單 各個的生活的習慣都不同的 有些是 會用早餐的時間 有些做午餐 或者晚餐 總之就是 你要放棄 每天 就是你要騰出一段 你本來是要吃東西的那段時間 你就不吃東西 就是 專注去到神的面前 求祂 就是去 去 讀經去看神的心意啦 聽神有什麼說話跟你說啦 還有 求神憐憫啦 太太的示恩 就是這樣 我很多年前我都試過的 那次就是四十天 我這次三十天 就是因為自己身體也不太理想 尤其是 我那個小孫女她走了都沒有一個月 我還沒回復 我每晚睡到四個小時 醒了 睡不著 所以我不可以太過勉強自己 但是神會明白 就是這樣 你看到她這張照片 扎著兩隻獸仔 就是要去看醫生 她要嚴血 但是因為她太小了 她都1.6幾kg 那些血卷很油很油 有時候未必呢 一次她可以抽得到 需要那個 血的數量 所以很可憐的 抽完一隻又一隻 真的 每一次跟她看醫生染血 我都 醫生已經很厲害了 這個醫生很出名 但是你都很赤 都沒辦法 她太小 這個尺寸 一到冬天呢 我會穿點神褲 那這個豬仔 就一定要我 要在我的胸口 我用神褲包著它 好像袋鼠一樣 它黏我黏得很厲害 如果我在家裡 我去到哪裡 她都跟著我貼一貼 我洗澡 我進廁所 我在我房子 套房 她就是蹲在廁所門口 她跟那個時候 我走了 我最愛的那隻Poodle 你看到那張照片 大龍三抱著那隻Poodle 那就是我最愛最愛最愛 我愛到不得了的 她叫可兒 可兒走了之後 我弟弟就是最癡我的 所以這個兒子 如果他真的有什麼事 我真的受不了 我想我現在最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神給我 有這個能力 能力當然有錢 有這個體力 健康 你都照顧他們 到他們百年歸老 那我在地上的責任完了 那我就很開心 希望能夠上天家 跟他們重聚 因為這個是神給我們的應許 就是當我們將日 完成了地上 我們要做的事 那我們就會上天家 跟我們的至愛 重聚 團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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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